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唱歌了 那既然导演还有监制 他们都想让我再开镜头 那我就再试一下吧 原来让刘嘉玲如此心里没底的 就是为电影过界唱主题曲这件事情了 在本届嘎那影展中 她主演的电影《过界》 入围了一种关注竞赛单元 作为女一号和主题曲演唱者 刘嘉玲不但要为该片站台 还将开嗓献唱 我都不敢跟别人说 因为是片尾的时候才播这首歌 我想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过去了 但是电影公司他们拿来做宣传 我也只能告诉大家了 唱得OK 但是希望大家包涵包涵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 刘嘉玲曾连续出过三张音乐专辑 还留下了《有一点动心》等经典曲目 可如今时间过去近20年 刘嘉玲再次拿起麦克风走进录音棚 是浑身的不自在 对歌声不自信的他 连唱给老公梁朝伟听的勇气都没有 还是会紧张 因为我对着一个话筒 跟这个不一样 就是听到自己的声音 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 我不敢跟任何一个人讲 只有我跟导演 还有那个监制听过 与重拾麦克风唱歌相比 影片过届 角逐一种关注竞赛单元 倒是没有给刘嘉玲造成太大的压力 因为曾荣获嘎娜最佳男主角的老公梁朝伟 将全程陪伴他 与其操心奖项 他更想开开心心的在嘎娜度度假 很轻松 因为很多朋友随行 然后我想到了坎城 今天会见到很多老朋友 李安啊 还有刘德华啊 三米啊 还有张子怡啊 好像好热闹哦 我想应该会蛮开心的度过那几天吧